尹尼 你既对北禽求心置入网文 又不去看紫园 你心念着 被遗沟寄起的 不就是他了 骆明兮呀 骆明兮 繁俗之情 离太子妃之位总是最远 我不是说我对她动情啊 你不用跟我解释 不过我要提醒你 眼下选妃纷争 毕竟关乎江山设计严根 人人都想入这个局 人人都有图谋 你想想 若是你因各种顾虑 不愿意出面的话 她便不在风口浪尖之上 也有可能 被有些人 逆于水面之下 人心哪 从来莫测 多考虑清楚吧 日头这么烈 你大可不必送我 是洛大人 不过太子殿下 还是如此细心哪 这京城向来此时日光最烈 今年 看来又是干燥苦寒 一起扎堆到来 但此时 却是靖南长此花开的最好世界 靖南从无严寒 不自京城 只是你我常年身在此地 也早应该习惯了 你这几日记得天衣 有了挂念 你在做什么 西风了 看来这京城的风波漩涡 比想象中来得还快 殿下快回去吧 待会儿有大风雨 请 伞给你了 去等还我啊 太子殿下 好像要下雨了 让我搭个车吧 我搭个车吧 殿下 你刚迎来帝小姐 眼下有多了一位 北秦的太子妃候选人 可是欢喜得紧啊 忍安乐不要胡闹 我之间 还未见紫月的面 殿下这么说 难道是在向我自证清白和决心 那安乐可要心灵了呀 你 眼下又多了一位北秦公主 我神之大庆太子 婚事及国事 只是如今 却也是在为难 好大的雨啊 好大的雨啊 太子殿下嘴上为难 太子殿下嘴上为难 人还是主动地倒向了安乐这边嘛 把水擦干 我是怕你因风雨着凉 大理寺事物污染打理 打理那些事物 还不是为了给太子殿下解忧 你既为难 那不如让杰柏佑的安乐大把手 那不如这样吧 听闻北清公主到了之后 陛下将为你举办一场隆重的选妃大宴 为防止你怯场 明日我们在灵香楼演练一番 你觉得如何 荒唐 毕竟选妃宴上 殿下眼里可就未必有我这个人安乐了 他就会让你来准备 这个人安乐了 这就是这些人安乐了 我来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